他们 把握时间连夜架上H型钢购 北市南基厂整宅受到7.2强症影响 梁柱剥落 钢筋裸露 被认定为红单围楼 有啊 哪里没有 烦你就烦死了 还要做生意 赶快过去 赶快就处理好就可以了 不止小火锅店旁边的中药行 柱子严重军裂 北市建筑师工会 丝毫一早足以进到一楼店面 仔细评估 你先不定位有没有 亲民连假第一天到前进指挥所登记资料 在警方和消防队员陪同下 回到住家拿东西 现在是要回来拿他的药 只有一颗没有带到 其他的都带到 只有那颗肝脏的药没有带到 小玩具 还有那个跟人家借了PS4的那个 那个东西要很重要 那重点就是说他的冠洗衣物 先让他回来可以用这样子 根据区公所统计 南基厂第四栋诊宅 50户当中48户有住人 除了没有联系上的三户之外 31人安置到附近旅馆 其余30人则是一清 这个地方在九二一大基镇 就已经贴过黄丹了 那个军方的土地全部搬空了 那个地方可不可以跟台北市政府 赶快由军方 由中央跟地方合作 把那个地方变成一个中基住宅 先安置到那边 我们就赶快来拆这一块 事发来的太突然 避风港毁于一旦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 会发放灾害救助支安签救助金 每人两万元 每户最多十万 这边的话我们要持续 对他们来做一些关怀 然后在未来的话 我们还是得规划 他们未来的长期的一个计划 那当然市府会有整体的考量 地牛翻身牵动全台 各局处分工合作 要帮忙受灾户减轻负担 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上日新闻林中线 姐和明杨金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